八幾年前,不止華人聚居在唐樓 當時每戶最多容納二、三十人 容易引發環境衛生的問題 政府一九零三年通過公眾衛生及建築物條例 規定唐樓後面要有後巷,增強通風和採光 要立法起後巷這麼大陣仗 原來適逢鼠疫困擾 交上舊式唐樓是背靠背 以中環角輪街為例 兩座樓緊貼,居民只能各自在角輪街和吉士粒街進出 唐樓環境差,衛生問題多 政府決定向一眾業主開道 當時唐樓是很深的,可能有四十尺深 只有一邊牆有窗 另外就是當時的華人 如果你是用盡整個地塊去建一間屋 緊貼另一間屋的話 其實亦都代表了它會 裡面會住了很多人 在這個一九零三年的條例之下 規定每一個唐樓的背部 一定要建一條後巷 所以就可以建有窗的牆 一來就是通風好了 二來就是光又可以在前面又可以在後面入 住屋的密度亦都相對低了 轉到城王街 在這裏仍然可以找到 超過一百年的背牆底層和後巷 後巷那邊有一排青磚 其實就是以前屋的背牆來的 在後巷一定要至少六尺寬 就是1889年的建築法 已經說明最大的床一定要用紅磚 所以這裏是一些1889年以前建的唐樓的牆 政府限制牆身最底層 要用英國運來的紅磚 因為密度高容易清理 相反青磚多孔較難清潔 容易藏有髒東西 張朝敦說 唐樓設光井亦都是改善公共衛生的殺手間 那什麽是光井呢? 規定了你不可以用盡地塊去建屋 一定要有一些位置是你站在地上 你望上天 你是會見到光的 那就是一個光井 那我們在永利街的唐樓 依然是會見到那個光井 用意是第一 又是減少住屋的密度 第二就是有更多牆可以有窗 畫面中這個位置就是光井了 對出位置都有一條後巷 環境亦都不局促 再走入唐樓 樓梯很光猛 自然風在梯間流動 這個通風設計成為 舊日唐樓必有的標準 現時中西區會安里空地 青磚、紅磚都記載著一代公共衛生的故事 當年政府在住屋問題上大都闊苦 希望市民住得衛生 亦都令到之後建的樓都有規限 那下一集我們就會講一下 在鼠疫過後 香港早期殖民時代的醫局建築 在深水埗為何會有醫局街 原來是跟這間深水埗公立醫館有關 其實為何會出現這個醫局 跟鼠疫有些關係 鼠疫在1894年發生 當時是中上環 但其實它是延遍了比較長的時間 那其實政府覺得 應該在人口沉默的地區 在醫院診所 那時候叫做醫局 做些分流的工作 讓人們先來這裡看一些輕的病 接著再重病 甚至鼠疫之後 才拿去醫院治療 在最初期大概是在1910年代 深水埗公立醫局並不是在這裡 而後來人口持續膨脹 由深水埗皇帝之清家庫商 黃耀東就幫手籌錢 建了第二代醫局 也就是眼前的位置 在1930年代六成 但上面寫的為何是深水埗公立醫局呢? 以前這個名稱也有很多寫法 有這個土字邊的布 也有土字邊另外走路的布 甚至有時候出現一個沒有土字邊都有的 哪個才對也很難說 但應該來說 以前深水埗的名稱 源於什麼呢? 就是一個深水的碼頭 這個布應該是假碼頭的 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 歐洲掀起了裝飾藝術風格 而這個風潮也席捲香港 在當時起的深水埗公立醫局 也受到裝飾藝術風格的影響 其實這個特色就是 留一些古典的味道在這裡 左右對稱 有一點點挑剋 但比較隱晦一點 也不是以前那些古典挑剋那麼誇張 用幾何形狀 或者是圖案式 比較現代化的裝飾性 就放在上面 除了對稱之外 它的屋頂是屬於梯級狀的 也屬於幾何式的梯級狀 也有一支旗桿放在屋頂的中間 旗桿就純粹為了裝飾式 就不是用來掛其用途的 這棟富有裝飾藝術風格的醫局 也都加入了本土特色 在寬闊的遊郎下面 可以被人遮陰 包括遊郎 這個在歐洲不會有的 在香港因為屬於艾達地方 用了遊郎的設計 而遊郎的欄杆 用了一些棕式的竹葉做一個裝飾 配合華人的地方 所以既有這個裝飾藝術風格 也都有殖民地風格 還有一些棕式的味道在 深水埗工納醫局 在2009年被列為二級歷史建築 之後改了做美沙銅診所 不開放被公眾參觀 但是由它的地磚和門框 都可以看到歷史的痕跡 到來 感谢观看